超級爽 聽到風貴嘴了 剛剛的騎乘時間呢 揭曉 竟然打破了我的最佳大概10分鐘 OK 今天我們又來到了熟悉的地方 沒錯 這邊是風貴嘴 我現在在風林橋上 我要來挑戰一個我自己的全新紀錄 今天我升級了我的裝備 待會兒就來看一下 我的新風貴嘴紀錄 到底可不可以在今天達成吧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 GO 沒錯 我今天騎的這台神兵力氣 就是美達的E1 6800 這台車的特點呢 它其實就是一台 現土越野車款 但最近在Mountainbike 越來越流行的這陣子 其實在國外的趨勢常是 你要騎到很遠的地方 才會抵達林道 所以這時候如果有一台電風車 對你其實就格外重要 先來用它挑戰一下我的風貴嘴紀錄 有電腐驅動的感覺 在上坡的時候其實 超級爽 我的腳踩的瓦幅應該比平路少很多 但是 直柱都可以維持在 大概可能 二十 左右 這電腐車這功能呢 不是說你騎的過程完全不用變掌 或是 腳踩 它其實只是你在 騎的過程當中 它會給你一些助力 可是像現在在下坡路段 直速只要超過寶貴的二三 它就會照線 會變腳踩 因為 現在就是我的腳力 在這台車的車款幾何 也是最近很流行的 雙叉避震 前後都有搭配 避震系統 因為在近年來其實 越來越做越野腳踩的這種比賽出現 Ascara 或是一些越野車賽 但其實就很多人在推廣 像我昨天去參加的是 也是一個YouTuber 奧東夫妻 他們在推廣的 Untenbike的程式一些 入門課程 但我們在昨天的課程當中就覺得 哇 你前後避震真的是差很多的車款 你在騎什麼 負平的路線或是 一些難度的 上上下下下跳躍 都可以 車架幫你 很有效的就分散掉力量 我們現在進來的距離大概已經兩公里了 還有四公里左右 然後 花費時間五分鐘 有機會可以鋪我最佳 這上鋪還可以維持 二十不掉速 撥虧了電鋪 裝置 這幫忙 然後他再來 不同的路線 電鋪不會一直幫你 他還是有跟你的 十筆有關的 這比較抖的十筆 是把你電鋪開到最強 他的幫助也不一定 到非常有力 因為他還是跟著十筆走 那像是這種比較崎嶇的路面 他這次也搭載了 不成的系統 在輪組上 你可以變得比較 要加大 爭取一些 減震避震上的一些優勢 非常有感 跟公路車很不一樣 所以其實他在比較 抖的上坡 還是要 依靠你的角力來踩 可是你可以踩得比較輕一點 因為我在用比較重的十筆的時候 其實會踩不上來 因為在比較重的十筆的當下 他電鋪推力 也會有限 因為這車畢竟是有點重量 所以這台車要去比那種 什麼平路 乾鐵比賽啊 根本就不可能 我本來想說我的 鐵人賽如果可以用這個去踩 好輕鬆啊 後來發現這平路 自己腳踩就超過25了 這個車重 會在平路給你限制 所以這比較是跟單為主的車主 收到了 320 520 425 10確 IT 520 1 520 825 825 925 925 025 好,我們已經到封櫃嘴了 剛剛的騎乘時間呢 揭曉了 答案就是19分04秒 竟然打破了我的最佳大概10分鐘 可是有點不公平啦 因為我今天急的是電補車 那我的目的也不是要來破紀錄或什麼 只是想要用這個影片跟大家講 就是最近的電補車的趨勢越來越流行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電補車出現 其實它在一開始 像這台E160 800設計的目的 它是希望可以在你去騎一些 陵道的時候 因為在國外的陵道可能不像台灣 到處都可以開車到陵道的入口 所以它會有這樣電補車設計 是因為你在前面這段 你可以用電補的方式先騎過去 你在實際騎乘的時候 就不會這麼疲勞 你還可以真正的享受 你在該出力的時候再出力 前面這段時間 就讓它用電補的方式來幫助你這樣 所以這算是它一開始設計的 比較像它的目的 但這幾年開始其實 在台灣也越來越多 各家廠牌都有推出電補車 那電補車的趨勢就越來越流行 因為在一般的城市休閒 甚至比較長城的通行 都可以用電補車來代替 因為電補車 雖然它會給你一些助力 但你實際上還是要靠自己的角力 才有辦法把這個電補的驅動踩出來 它不是說像腳踏機車一樣 吹了就會動 所以我覺得電補車是一種 可以全心給一些 平常可能沒有太大的運動習慣 大家會想騎腳踏車 但或許像風潰嘴這樣的路線難度 對來講太困難的話 電補車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簡單跟大家介紹 這台美利達16800的車款吧 全車重大概有22公斤左右 其實你在踩踏的過程當中 你只有開啟電斧的模式的話 你不太感覺到車很沉重 什麼時候會感覺到 就是當它時速超過23公里斷電之後 你就會覺得 腳其實有一點點開始疲勞 它用的電區系統 是Humano的電池 那它的飛輪部分 它是搭載1146的飛輪齒比 所以它在綿密程度上 可能沒有到非常綿密 但其實你在各種路線上 它都非常適用 因為它的最小齒比 其實拆起來還是蠻重 那前面是搭配 就是單盤的34T的單盤 那這台的車款 那這台的車款 其實是美利達自家 也有出的160的車款 它就車架設計 就是比較 是前後雙避震的一個車款 那它輪組部分 也可以適用 目前比較流行的趨勢 是Boost的輪組系列 所以它在現在的輪組選擇上 也有非常多款 那它的椅子呢 也搭載最近比較流行的趨勢 就是它是可調式的椅子 你在騎乘當中 可能會因應一些林道啊 你在比較 或是一些變化比較多段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你的體重 然後把椅子壓下來 這個時候你在騎乘的過程中 就不會有太多的椅子 跟蛋蛋的碰撞 這樣就比較不會痛 但你在騎一些通勤的路程當中 你還是一樣可以把它升起來 就是變成一般的騎乘模式 那這樣踩起來 就比較不會有不舒適的感覺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今天騎這台 破最佳成績的神兵力氣 當然這台車的目的 不是要讓大家去騎破各種路線的成績 因為畢竟它還是有墊鋪的這種成分存在 那主要它是推薦給一些 如果你平常也很想騎些難度路線 但對你來講 可能真的角力不堪符合難度太高的話 或許可以選擇像這樣的墊鋪車 來幫你完成 帶你去看更多腳踏車的路線美景喔 好啦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你的家梁澤瑞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 有請見囉 輕鬆 第四目 跟謝謝 嘉賊 老大 老師 在這邊 隨時 便 就是 亍 他是 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